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李嘉诚先生 刘乱雄先生 还有今年我们听得比较多的姚振华先生 都是这个潮汕人 我们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您对潮汕人和潮汕人的一个观察 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这个潮汕人呢可能非常的勤朗 无论是这个男的还是女的都非常的勤朗 另外一个就是对商业呢 我觉得她们会有一些非常敏感的这种触觉 那么这两个结合起来 我觉得就成就了很多的这种潮汕的这个比较优秀的商人 潮汕的女人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值得这个钦佩 她们在家里呢一般都是这个又能干 然后呢就先击两五 对能够这个下得了厨房 这个能够出得了厅堂这种的 对 因为我在广州也工作过多年 以前我们在报社的时候 如果有哪个男同事娶了潮汕姑娘 大家都会很厌信她 比较贤惠 潮汕姑娘在潮州被叫做姿娘 就是说谁娶了潮汕姑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事情 像您作为一个北京姑娘 有点压力啊 有点压力啊 对对对 怎么调整的 有点压力 我觉得还好吧 我觉得我首先其实要感谢我婆婆 我婆婆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潮汕人 她呢对孩子子女的教育是非常的严格的 就是家里有很多的这种 尤其是做人做事 我觉得她是非常的有自己的原则 而且教育孩子也是非常严厉的 我觉得她对我呢其实是非常的理解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这个 因为光雨不在家嘛 其实我应该很经常的去回家看她 她现在不跟你们在北京 是在北京住 对而且其实住的还不远 其实我更应该经常去看她 但是因为工作的确是比较忙一些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家看她的次数比较少 但是她从来都没有说挑这个儿媳妇 挑儿媳妇什么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了我很多的支持 另外一个呢就是公司有什么事呢 我觉得她都会给我一些建议 刚才我们在聊潮汕女人 我们还是回来聊聊潮汕男人吧 我们来具体来聊聊这个黄光云先生 他作为您的先生 作为一个就中国也非常有名的一个商人 来聊一聊她 您对她比较欣赏的品质 或者你觉得她有哪些特点 对我觉得她是一个原则性比较强 而且她人性非常好 人性好的意思就是她基本上不会去做坏事 我觉得这个跟她的信仰可能有关系 但是市场上也经常说好像她比较tough 就是很那个强势 对吧 但我觉得我自己的理解啊 这个问我这个问题可能有点 我自己理解就是生意呢是商场上的事情 大家呢可以去根据你的谈判能力 根据你公司的实力 商业条款是大家弹出来的 但是有一些桌子下面的那些手段 见不太能见得了人的比较low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 我自己的态度是我觉得看不上的 所以我觉得她人好可能是这个就是说 有什么我们可以在桌面上谈 商业条款大家谈 谈成是什么接受了 我们就按照这个做 对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 我觉得她对孩子还是非常好的爸爸 对孩子对家里的亲人 包括对母亲对兄弟姐妹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对 她当时哪一点最打动你 坚韧不拔 最开始 对 最开始因为她从这个潮汕来 其实在北京很不容易 那个时候呢也就在 应该在北京刚刚开始发展 然后呢这个其实没有什么背景 也是这个来到北京也没有什么资本 那么刚刚开始做事 我觉得完全是靠努力 然后呢这个多动脑子想 其实运气很少 真的很少 我相信这个不仅仅是她 对于很多成功 今天我们看到的成功的人士来讲 都是要努力拼搏 可能是要占很大的成分 大概运气也就百分之一二 很少很少百分比的人 可能是靠运气成功的 大部分我觉得都是靠努力 另外一个我觉得 她有远大的志向 就是她很努力很辛苦的去工作 但是她希望能够做一番事业 能够有一个比较远大的理想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 那黄文一先生 她在家庭里边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对她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其实她对我很好 为什么说她对我很好呢 一个就是我们俩相对 其实有个分工 在公司呢 基本上是以她为主 因为她的确在这方面 有一些优势和长度 这是从一开始 一开始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公司是她创立的 而且她原来我是 父母是教师的家庭 我上学大学 刚毕业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她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基本上是以她为主 那么在家里面呢 我觉得女性可能能发挥的作业 另外她那个时候 以我为主 她会给一些建议 但是比如说家里面的布置啊 或者是什么呀 这些啊 比如说这个吃什么饭 怎么那什么 她会给一些建议 你很清晰是吧 她会给一些建议 但是她基本不会太那样的什么 不会太多的这个要求啊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基本上 她提的都是一些好的建议 对 您刚才说她对你很好 你觉得 这是第一点 我觉得其实给了我一个空间去做嘛 我觉得我也有一定的价值和位置 存在感 第二个我觉得她培养了我 其实我们这个 接完婚章生完小孩的时候 就在讨论 就是未来这个 是怎么样的一个 是家族企业 还是两个人分开 还是其实做了很多的讨论 但是后来呢 我觉得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有一次我们在香港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04年吧 04年上市嘛 在上市准备的那段时间 其实我们就在讨论 就是说她当时有一个例子 她说人家现在叫你什么呀 我说香港习惯都叫皇太嘛 香港习惯都叫皇太嘛 就比较 富从的这种教法 香港习惯都是这样嘛 皇太 然后呢 那个我说都叫皇太 她说那个 她说我建议你考虑一下 她说你可以让人叫你的英文名字 或者叫你度总会比较好 她自己提出来了 对对对 我说为什么呢 她说 其实站在我的角度下 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理解 但是后来她告诉我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她是希望就是说 我是一个独立的主体 你做出来的事情 大家应该尊重你 而不是说 把她作为一个 黄先生的附属 说你是皇太 你就是你自己 我觉得这件事 很小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是 我就是我自己 家庭和夫妻关系 是我们另外一个层面的 但是在做事这个层面上 我觉得她让我很有信心 很独立 很有信心 我觉得对今天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对 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她 她对我很好 其实她培养了我 这是第二点 有第三点吗 没想那么多 都想两点吧 没想那么多 对孩子们呢 因为她非常非常的忙 我觉得她对孩子非常的关爱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父亲 对孩子可能他的那种爱是 不像母亲 就是很细腻 天天说很多东西 关心细节 父亲的那种爱 有的时候她更多的是感召 鼓励啊 然后我觉得是这种 就是在大的方向上 然后包括她跟孩子经常的聊天和谈话 他们聊天谈话 我一般不参与 会一起玩耍吗 时间少 会 对 我印象非常深的时候 我刚生老大的时候 这个 那时候老大可能还比较小呢 他拿一个电动车 电动车有一个那个 嘚嘚嘚嘚那轮子嘛 小孩子就玩嘛 就觉得好像 像爸爸的这个 在爸爸的这个上 好像过山这样弄弄弄 结果呢 那个电动车的轮子 那个 搅到了他爸爸的头发 就拽下来了一小块 那皮和血 就就一点点血就出来 肯定很疼的 他爸爸就什么都没说 我说哎呀你怎么回事 他爸说你别吓着孩子 别吓着孩子 是这种 他就我觉得 他对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包容 当然对他的孩子 因为他孩子比较小 可能也是他的孩子 但是他这种本性就是 基本上他是能包容的 我们今天在企业 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对于很多东西 我们执行不到位啊 或者说有一些 这个比如说 真的就是能力不行 真的就是很多东西做不到 他还是很包容 就是说不是说 这个人不想做 那在企业能够承受 或者说是企业能够去 支持他做的时候 还是愿意再给他机会 让他去再努力 再试一下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包容的 这个体现在很多 生活和这个作者上 也很多方面也是 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万宝之争的时候 其实这种经营者和这个股东之间的这种争执 它会对企业其实产生 很大的伤害 很大的伤害 对 当时对国美的这种影响 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好像时间也不短 对 我觉得首先会打击一个企业整体的士气 对 因为你这个大家就各自想 不该想的那些事 没有必要想的 其实平常的时候 大家都这个 齐心合力的想工作啊 然后工作的状态也会不一样 你到有这些事的时候 就是没有什么人会有心思干活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公司的伤害 一定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也在想 就是说 类似于这种事 最好还是能够避免 因为这种事 大部分是个人层面的事 个人层面的事 尽量不要拿公司去做一个 这个互相这个打的 这么一个 叫什么 谈判的这个筹码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公司伤害会非常的大 这个其实是你回归 国美以来打的第一仗 现在来看是 你看我像打仗的人吧 现在来看是赢了 我想问一下 就您觉得这个关键点在哪里 我觉得应该说解决问题 无所谓赢和输 我觉得是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 他公司到底应该怎么发展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 我觉得大家达成了一种共识 所以就 这是主要是您的一个决策 就打以真相是您的一个决策呢 还是跟黄文宇先生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沟通 对 我觉得在很多 我希望能够理解 因为原来呢 其实我没有承担过这么多的问题啊 然后就工作啊 比较也可能因为你没有这个压力嘛 就没有那么积极的去锻炼过自己 历练过自己 那个时候其实相对现在来就比较懒 反正做海外的 我负责我们所有的上市公司 还有海外的这个投资收购兼并 大概负责这些 那个时候还比较得心应手 也没有那么累 所以也没有想那么多的事情 自己的人的这种能力各方面的历练也不像现在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我一个是为了把这个事情能够更多的处理好 另外一个不管怎么讲 黄总他是公司的大股东 对我觉得从工作层面上来讲 我们应该尊重大股东的权利 那么从刚才我讲的就是我自己本身的这个情况 包括我们是夫妻来讲 我觉得也应该听听他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很多事情上 重大的事情上我觉得我们都会跟他沟通的 当时这个事情也是听到他的意见的 是吧 都会跟他商量 我觉得对 一定会跟他商量 对 其实这个案例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 比如说当时国美的有一些旧部 我们一部会员了 他们可能在这个夫妻二人都不在这个国美的时候 他们是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对方 专达了一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您回归了之后 这一部分旧部其实是比较完整的 又回到了这个国美的这种婚下 我们是想问一下您就是对这一方面的处理 您的一个方法是什么 很坦白的说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没有在当时的现场 所以呢 我不太了解 我觉得有点乱 那我也不太了解当时具体的情况 那我是觉得呢 就是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啊 放在了一个不该放的地方 就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它不是个问题的 我们想做的事情其实是 比如说我们的员工 他应该是希望在公司能够有一个岗位 然后实现他个人的事业的这种成就感 然后也跟着公司一共同成长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该干的事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心思放到该干的事上 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乱 所以就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既前嫌 重新开始 和旧的这个团队就有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国美 因为之前您也谈到过就是您处理事情的方法 是一种简单的方法 你觉得这个越简单处理 好像就是越有效率 在对待这件事情上 您是不是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吗 我觉得我们首先看发展吧 因为你去扯那些事 你扯到什么时候呢 而且当时我也不在现场 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 如果我们再去扯那些事 是不是对公司的这个影响会更大 所有人还在这扯这些 对吗 那都不如我觉得先把公司做好了 对我觉得做好了 也许以后会有一个更恰当的机会 如果大家觉得还有必要说 还想说的话 也许有一个 大家也可以回顾一下 你这个就是一二三四五 你后面终归还是有好一点的东西说吗 对吗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让这些同事们感觉到一种安全感 就这一个事情已经翻过去了 我没有特刻刻意地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从某个层面上来说 他们跟黄总的时间和这种沟通 因为原来我负责一块业务 国美电器的零售业务 大部分是他们跟这个黄总在沟通 在开会 我只是偶尔会来参加会 所以很多地方我觉得 他们比我会更了解黄总 而且他们跟黄总之间的这种默契 包括其实可能比我还更多一些 所以我回来之后 也没有说需要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去怎么样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干活 国美在十年前 在零售业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一个老大 但是你看这六年来 比如说天猫 对 京东 苏宁 他们都在快速的这个 往电商 然后国美从一个零跑者 零售业的一个零跑者 我们现在可能在某些方面 变成了一个跟随者 追赶者 那我们很想知道 就是您在这个新的这个时代 对于新国美的一个战略的定位 就这个定位是您和管理团队 一起来做出来的呢 还是您和黄光玉先生 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沟通 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 现在的确这个市场在变 那么很多的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叫企业吧 他们也适应了新的这个市场的环境的变化 有一些是新成长起来的 有一些在做转型 那国美在做这个战略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很核心的观点啊 我觉得就是一家企业必须要持续的盈利 尤其是一家上市公司 要持续的盈利 持续的盈利 尤其是一家上市公司 那么因为上市公司 我们要对所有的股东负责任 它能够这个健康的发展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家 其实不一定是这种情况 对因为他们有一些还没有上市 有一些是过程中后来上市的 我在讲就是我们早期的时候 在思考国美到底 有几种不同的方式转型 那么我们采用的方式呢 我觉得的结果是 我觉得是稳中在变 的确可能你会 或者说大家可能都感觉说 国美好像这些年是不是慢了 是不是没有在做什么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连续11个季度的盈利 我觉得在所有的市场上的这个 应该说大部分市场上的 传统的零售商都在亏损的时候 或者说是转型 引起很多亏损的时候 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些新成长的起来 其实也是在打这种价格战 我觉得但是国美依然连续 11个季度盈利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很核心的 而且11个季度盈利 我的毛利依然保持在 17到18的这个利润水平 我的单店增长依然在增加 我觉得这是一个 11个季度 11个季度 11个季度一直在盈利 对 因为我们每次都有季报 对 所以11个季度一直在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 可能是稳中在变 稳中在变 而没有很冒进的 很冒进 或者说就是说 一下子就转过去了 因为很坦白的说 我觉得这个互联网 有些人说互联网基因也好 说什么也好 我觉得这个互联网做的 的确是有它不同的感觉 传统做传统的零售 尤其是全国的这种这么多的门店 这么多的SKU 和这么多的员工的管理 是另外一种感觉 你一个企业贸然的转过去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而是应该基于你的优势 基于你的优势 然后呢 去补你的短处 那我们其实也做了这个 比如说这个国美在线呀 还有我们的卫电项目 国美在线应该连续三年 都是100%的增长率 我觉得它增长率非常快 但是我没有盲目的去烧钱 我没有盲目的去烧钱 我觉得应该说是 我们需要具备这种互联 给客户提供互联网的这种消费的这种手段 或者说是这个互联网能够实现它支付啊 这些的 我觉得的确是这样 但是盲目的去转型 这个我不太认可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刚才还说到的电商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 其实国美在线是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提升 对 您呢也提到就是这个国美在线有一个小目标 就是在三年之内要上市 要整体上市 对 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小目标现在执行的怎么样了 我觉得呢 就是说这个国美在线 其实仅仅是我们整个集团里面业务的一部分 上市这个事呢 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一家公司 如果它能够上市 证明了这个企业呢 它是被社会和市场的投资者认可的 另外一个上市之后呢 我觉得它发展的这种支撑力啊 然后从这个监管的角度啊 都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所以未来来讲呢 我觉得能够上市的这种业务 我们尽量都会让它上市 对 国美我觉得仅仅是这个 国美在线仅仅是其中之一 它还在这个资本化的路上 对 我们刚才无论是在讲这个线下电 还是在讲电商 其实都讲到了对零售业的 这六年来的您的重新的一个理解 它跟以前六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业态 我们也想请您来具体来谈一下 对 我觉得从这个跟顾客接触的这个层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东西都在变 但是它背后的本质没有变 就是你怎么样去满足顾客的需求 顾客的痛点是什么 他需要的是什么 你怎么样去满足 我觉得这是背后的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的核心点抓住了 然后呢 针对这个再去看我们前面的跟顾客接触的这个层面 或者业务各个板块去怎么做 那我觉得可能很核心的变化 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这个便利的这种购物方式 不再愿意花比如说一整天的时间 或者是大半天 周末花大半天的时间去超市 然后还有停车 可能网上下单送到家里来 然后这半天你可以做点其他的 你喜欢做的事情 其实是一种服务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国美呢 可能在这方面要做很多的这种调整 包括我现在门店经营内容的调整 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娱乐化的 这个聚客能力强的 同时呢 就是综合的这种解决方案 你要吸引他到你这来 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或者是场景 他愿意到你这来才行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在这个实现手段上 能够实现这个互联合 其实就是手机的一种 比如说下单啊 支付啊 包括我们的国美管家新推出之后 很短的时间就有100万的用户 因为他的电子说明书 你家里电器 你电子说明书 时间长了 不知道放到哪去了 只要你在国美买的 都可以在这里查得到 还有你的保修卡 还有你想清洗啊 什么这个 其实都是一种服务的概念 对 所以我觉得国美呢 它从一个原来单纯的零售商 转型成一个产品家 服务的提供商 杜权 您在不同的场合也谈到 就是现在我们国美 其实在造一个生态圈 对 国美生态圈 对 然后您也说到就是国美呢 它会以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 对 来欢迎第三方的一个加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京东和腾讯 他们是强强联手 然后这个苏宁和阿里 他们是在联手 现在业界就有一些猜测了 也是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 网友非常踊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BAT里头 国美是不是会和百度联手呢 好像你说的这几家都是上市公司 包括国美也是上市公司 所以这个比较专业的标准的答案 就是I have no common on that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样 就是说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呢 我觉得完全靠自身发展 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从战略上来讲 有一些我是一定要做好的 那么一定要做好的这些 无论有没有这种合作的机会 我都必须要做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有合作的机会 可能会给我锦上添花 那我们也会考虑 所以 如果对双方的企业 都会有好的这种促进的作用 我觉得会考虑 对 但是目前没有什么可以 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呢 大家还非常关注一块 就是国美金融 金融这一块 我们知道国美有一些 比较大的一些动作 但是相对而言呢 是比较低调的 对 县林本人自己也有 非常扎实的这种金融功底 对 然后我认识一个企业家 他呢 也是跟你一样 就金融的这种功底很深厚 对 然后他的企业 在讲到金融这一块的时候 他会讲就是 我对金融是 还有一种敬畏之心 对 所以我特别的谨慎 对 所以我们看到他所在的这个企业 在金融方面的这个举措 其实是 非常谨慎的 对 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又能看到这个 阿易金服 对 看到苏宁金融 京东金融 他们是来势汹汹的 对 今天我们也特别想 请杜娟来讲一下 就是国美金融在这一块 我们的一些布局 我们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我很认同刚才你说的 因为金融的属性呢 就是说 一个它来自于息差嘛 对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风险控制的这个成本 对 就风控这一方面 所以我觉得的确是 我们应该有一种 这个敬畏之心去做金融 尤其是企业去做金融 我觉得更要在风控和你的这个模 这个业务模式上 我觉得要非常 非常关注 非常重视 但是不代表说你就不走了 对 如果你很犹豫 就不去前进的话 我觉得你永远都没有做成的机会了 而且现在整个这个市场上 我觉得是顺心万变的 市场发展非常快的 所以我觉得 看到风险 要尽快地想办法去解决风险 或者说想到规避风险的这个办法和措施 而不能够在那犹豫 不去那个 不去发展 那作为国美来讲呢 在金融方面呢 我觉得 我觉得金融需要专业性 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就是自己为主的发展 国美金融是我们百分之百 这个拥有的 百分之百 股权是国美控股集团百分之百的 同时呢 其实我们还做了这个 彭润金服 这个我们投资的 我们也是有一部分股权的 那么还有华人金融 也是我们投资的 所以就是我们会通过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方式去发展金融业务 同时呢也不排斥 比如说在一些科技金融方面 有一些好的我觉得可以收进来 这样可以支撑整体发展 你什么都靠自己做 效率也更高 对 有的时候兼并收购在企业发展的这个不同的阶段 我觉得会有做得好会有支撑 但是也可能会产生问题 但产生问题的点是需要关注的 杜杰你看我们刚才谈了零售 谈了这个金融 事实上这些都跟六年前的国美 其实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六年前国美还是基本上以零售为主 有一些地产的一些业务 现在我们有金融 有这个智能家居 还有手机制造 对 我们有六个布局 六大板块的一个布局 六大板块 我们做集的提问呢 也有一块是在问 这是因为我们国美的主力 主业乏力的一个不得已的一个选择呢 还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布局 我们是不是在下一盘比较大的棋 对 我觉得呢这些都是基于市场 一个企业你要想在市场中生存和发展 你一定要看这个市场 那作为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就是研究消费者 他需要什么 你现在从原来啊 国美比如说只是卖家电 你能吸引那个现在的消费者 到你的店里去 的力度还够不够了 为什么我们要做其他的这几个板块 其实是能够给顾客提供 更多更好的产品加服务 都是配合着做的 这六大板块在不同的时间段 我觉得可能会变 其实我们金融和投资板块里面 投资板块其实涵盖了一些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分出来的 但总体而言我觉得都是以生态圈 这个概念在做 就是我们看客户能够 客户他需要什么 我现在能够做什么 我挑几个 现在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的主页 密切相关 更相对来讲 可能因为我们国美的人啊 因为国美的资源优势啊 很多方面的考虑 我觉得能做成功的 包括客户的需求市场情况 能做成功的我把它现在放几个板块 那么其他有一些我可能放在投资里面 如果未来比如说市场变了 或者说有些做得成 有一些做不成 我觉得这个都会变 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一些做法 对吧 对 国美和中国的很多的 这个老的一些大企业一样 它其实是一个家族企业 我们也知道 在世界上也有很大的 很多伟大的企业也是家族企业 比如说同样是领售业的这个沃尔玛 也是这样的 我们想请您来谈一谈 就是对一个家族企业来说 它怎么能够实现这种基业的长青 又怎么样能够来避免一些陷阱 对 我觉得家族企业来讲呢 好的地方呢 就是说它有一种传承嘛 有一种使命感 就觉得这个有一种使命感 就是说我有这个责任把它做好 无论是我们这一代还是下一代 但是有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孩子很多种原因 有可能孩子个人的原因 有可能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可能一个是他不喜欢做 也有可能他不适合做 各种各样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一个企业的 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 可能还是要针对不同的情况 其实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沃尔玛 好像我的了解呢 是它的这个家族的人员 好像只是在董事会参与官员 他并没有过多的在这个 比如说执行的层面再去参与了 那么他通过董事会的机制 可能能够这个把这个公司 吸引来更好的人才 选更好的人才 让他们把公司发展好 我觉得这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层面吧 我们把并不醒 我们再带